今天有人问我 说网络上的课程该不该买 就是说他想当个专业的专职的YouTuber 他看到网络上有很多课程在贩卖 比如说如何在一年之内当百万订户的YouTuber 如何成功之道 就是他卖很多课程 他问我说这个该不该买 值不值得买 坦白说我以前也有买过一些课程 不过我认为其实不太需要 因为我看网络上的课程 大部分是东拼西臭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真材实料的 只是我个人没有看到 如果你真的要订这个课程 我觉得至少他要自己的订阅数 或者粉丝数要有百万以上的 然后他要贴出真正的图表才有公信力 他自己都没有几个订户 那你买他的课程干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是欺骗的 诈骗的比较多 如果你真的要买 或者已经买下来了 我就建议你要耐心的看完 多多少少都有点帮助 举例来说 比如说你要当YouTuber 你不如多在网络上看别人怎么发表的 看了很多了 你就可以自己先发布几个影片看看 你一直看影片 没有发布影片 那没有误意 再举例说 如果你要上什么摄影的课程 很好啊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拿相机去照着方法去操练 多试试 听那个老师一直在教 没有用啊 因此我的感觉就是说 课程不是不能买啦 但是呢 不要太早买 现在大部分的材料啊 网络上都看得到啦 我觉得94%的人啊 买的课程都没有看完 就算他看完啦 大部分都会后悔啦 照着课程去操练 可以成功的没有几个啦 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啦 当然啦 也有人是买课程 然后就照操 照表操练而成功的也有了 只是我个人认为 不太需要啦 以上是我的浅见 昨天有位网友问我说啊 我开了几个频道啦 其实我只有两个频道啦 一个是宝岛电视台啦 另一个是宝岛客家电视台啦 我觉得开一个频道也可以啦 在YouTube它没有限制你可以开几个频道啦 一个人可以N个频道 你也可以用同个email注册开很多频道 也可以用不同的email地址开不同的频道啦 不过我个人认为啊 一个人先拥有一个频道就好了 等你有其他的能力的时候 再去开另一个频道啦 比如说我现在宝岛电视台已经获得YPP的 虽然还没有赚什么钱啦 但我有其他的一些时间啦 因此我又开了一个宝岛客家电视台啦 发音的啦 如果我宝岛电视台是用普通话发音的 宝岛客家电视台呢 是用客家话发音的 就照顾不同的族群啦 因此呢 我的建议是说 一个人啊 一开始最好只有一个频道 你想发什么性质的 就尽量在同一个频道发没有关系 慢慢呢 你就会知道哪一个频道你比较擅长 哪一个频道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关注 你就先做那个性质的频道啦 比如说你做手工的 你就做手工 后来你觉得手工吸引不了别人 你就谈其他知识分享的 或者阅读心得的 或者是笑话的都可以 因此呢 就先做一个 看观众反应的好的 就表示你这方面比较成功 也要你有兴趣 每个人可以在YouTube 享有无限的频道 但要寻细渐进 像很多大咖 像什么Mr.Beast 他有很多很多的频道 但他一开始也只有一个频道 慢慢的他觉得他有能力的 他就增加其他的频道 你一个频道能够养活自己 就不容易的 一年最好先只要有一个频道就好 等你这个频道壮大以后 你再开另一个频道 这是我对这位网友的答复 今天有位网友问我说 他想出镜 但是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问我说出镜真的那么重要吗 坦白说了 这个以前我也很怕出镜 后来我觉得我的节目 或者我的影片都蛮正派的 我没有发表一些乱七八糟的影片 所以也不是做什么坏事 很正派 所以出镜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些人当中讲了东西 自己都不相信 或是乱讲一通 那种就最好不要出镜 因为我觉得我们人 只要做得正 行得端 其实出镜没有关系 另外也比较容易建设人设 你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人设 对你也有帮助 人家一看 这个是某某某 如果你没有出镜 人家也不知道谁是谁 你看电视上的主播 一看就知道某某某 如果是幕后的配音员 你在街上也不会认识 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你要做影片 或者说你要当YouTuber 或者当TikToker 最好也是出镜比较好 另外如果你要盈利 你要参加它那个YPP 活作伙伴 如果你没有出镜 常常没有办法通过 那个合作伙伴计划 就是没有办法通过YPP的审核 因为现在AI人工智慧 蛮流行的 那个YouTube或者TikTok 它也怕太多这种 AI制作的影片 因此我建议各位 最好勇敢的出镜 长得好看不好看 是另外一回事 一方面展现自己的自信心 让别人知道 我就是长得这样子 有人说自己长得不好看 不敢出镜 没这回事 这个长得不好看 当网红了一大堆 不是每个美女俊男都很成功 当网红不是要看你的内容 不见得完全看你的外表 以上是我对要不要出镜的答复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